根據研究植物性的飲食 可以逆轉冠心病 地中海飲食就是首選 主廚地中海飲食 也可以做成素食版的 對 我今天要做的是 比較中式的地中海飲食 中式的地中海飲食叫五行料理 也是用各種顏色 我要把它做一個 這道菜是玉子蔬菜豆腐蕎 一樣要做很簡單 我們水煮蛋的部分 就用一顆 放在我們調理盆裡面跟豆腐 這種豆腐的部分 就用板豆腐就好 板豆腐一樣用這種倒泥棒 就把它倒成碎麵 把它倒碎就好 一開始就把蛋跟豆腐 對 我們把它倒成碎碎的之後 就把它倒成像泥狀這樣子之後 這樣就OK 也不用太碎 讓它有一點顆粒感 接下來我們在準備這個過程 裡面有放了一些 像這個東西是蘿蔔 紅蘿蔔絲 紅蘿蔔絲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木耳絲 也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南瓜 南瓜 要稍微去把它蒸熟 蒸熟放進去之後 一樣稍微去把它倒一下就好 就把它壓一下就好 也不要太碎 也不要太碎 把它放進去 太碎的話要去鞍 對 現在 我點了好幾盞 不好意思 我們稍微去把它攪拌一下之後 把它捏成球狀 就把它捏成球狀之後 把它拿下去用我們的沙拉油 下去炸 黏成球狀就OK 如果你覺得說它的黏稠度不太夠 你可以放一點地瓜粉 如果你不喜歡吃地瓜粉太重的話 像我就比較不喜歡吃地瓜粉太重 我直接用下去炸 炸出來就會像這樣子 煎炸出來 油一定要去把它濾乾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來煮高湯 高湯首先我們用這個所謂的蔬菜高湯 蔬菜高湯 OK 稍微把它煮滾一下 放進去煮 那我們在煮的同時 開始去把它做一些調味 首先我們要放一些燕麥醬油 燕麥醬油 也不用太多 太多的話這顏色 蓋過你的豆腐球 其實不好看 對 徐美 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料理的蛋白質夠嗎 對 我其實在看的時候 我就在想幾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對很多吃素者 我們給他一些提醒 包括剛剛淑慧老師說的 有些吃素為了方便 會多精緻食物 但如果你為了不要吃精緻食物 你就沒東西吃 所以不知不覺中 你的蛋白質量就會減少 另外還有營養素 其實主廚這一次 他做的料理兩次 都有跟我們示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時候這些素食人 因為他蛋白質 都一直吃雞蛋 雞蛋雞蛋 豆腐豆腐豆腐 會顯得無聊 所以他把它變化版 讓這些東西加入食物裡頭 增加口感 就幫助他的蛋白質量多 所以還是要提醒 吃素的人蛋白質量一定要增加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的 新Omega 3海鮮素會有 如果我們吃純素的時候的鈣質 要從哪裡來 我其實建議可以從一些堅果類 其實剛剛我有偷看一下 主廚有一個東西叫做黑芝麻 如果你是素食者 我其實不妨建議 你可以多吃一點黑芝麻拌的食物 因為黑芝麻其實算是排行 滿高的鈣質攝取 另外還有一個是山粉圓 其實也可以建議大家可以攝取 它對於鈣質的含量也是高 所以講了很多 就是素食其實有很多好處 但是有一些小Mega 其實不妨可以參考主廚的料理 就可以去補足它的一些確定 OK 好 就是花椰菜是熟的 對 花椰菜熟的 我們接下來在這個湯汁裡面 對 加一點 放一點那個地瓜粉 地瓜粉 讓它稠稠的就是 就是讓它完全的 有點勾芡的感覺 對 讓它完全的變成芡汁 芡汁 那我們開始在調這個芡汁的時候 你發現 如果我們的芡汁 太過於像深度不太夠的話 請你再加一點 燕麥醬油 一點點就好 不用很多 就把它調出顏色 色香味要夠 那我們把它調一條之後 接下來我們整個豆腐球 要放進去 在那種定型的豆腐球 其實還是很軟 對 其實還是很軟 我們都要把它放進去 再次放進去再煮一下是不是 再煨一下 對 把它煨一下 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們把這個高湯的 放進去之後 不要讓它蓋過豆腐球 豆腐球就不好吃 變成水煮 所以要蓋一半就對了 所以就是有一點像 香味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在煮的過程 就是稍微去搖一下 搖一下 你要搖身體OK 對 搖身體要搖嗎 對 去把它搖一下 這樣滿像獅子頭的 對 其實就像獅喜丸子 對 把它這樣子搖一下之後 它整個香味出來 接下來我們芝麻油的部分 稍微點一下 點一下就OK了 芝麻油只放一點點了 稍微點一下 讓它有一點香味就OK了 對 其實香味就出來了 對 其實剛炸完 那味道就滿像的 對 味道就滿像的 那我們在煮煮的過程 你看到它的整個那個 用筷子稍微去感受一下 它的彈性度如果有出來的話 其實代表這個 其實代表它什麼 好 我們把它倒到這個盤子裡面 我們這一道素食版的 地中韓飲食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玉子蔬菜豆腐球給你 將雞蛋 豆腐 木耳及紅蘿蔔 你捏成球狀 再搭配豐富含蓋的青花菜 香嫩可口 營養均衡又美味 其實素食 雖然大家說都很健康 但是有人對素食一直有個疑問 就是吃素會不會比較沒有體力 是嗎 對 其實我們常常會 就是在討論一些跟素食有關 其實很常會有人不想要吃素 有一些原因 第一個 很難達成 第二個 我現在在運動 那我現在是不是吃素 我就會沒有體力 所以我應該還是不要吃素 我想這兩個在研究上 其實會告訴你一些答案 在之前美國很有名的一個雜誌 叫JAMA 它其實研究了一個長達十多年 研究四十多萬人 它發現說其實雖然 你可能沒有辦法完全吃素 但一旦你換比例 二十%的植物性蛋白質 你的心血管風險 就可以下降十% 所以研究說 對 其實你如果要嘗試 你可以開始初步嘗試 其實就可能會有幫助 另外講到就是 運動是不是的人就不能吃素 其實過去有很多的運動選手 他們被採訪 他們從一個肉食者 變成一個完全的素食者 很多的運動選手的反應都是 其實我的體力反而變好 或我的耐力增長 甚至在瑞士有一個醫學的專家 他就找了九個在騎腳踏車的人 去做實驗 他發現只吃肉的人 他的運動耐力是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七分鐘 如果肉加上一些蔬菜的人 是140分鐘 其實已經快要多了兩倍多 甚至全素的人 可以到達將近三倍 167分鐘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說 其實這些研究都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過去對素食 有一些既定的概念 其實可能針對這些研究 可以給大家推翻一些想法 甚至你不用全素 你彈性素 你部分素 都可能對健康會有加分 對啊 其實科學的研究 已經告訴我們很多的觀念 跟我們平常想的 好像是不大一樣 吃素並不會讓你沒有力氣 沒錯 今天要告訴各位 素食應該是很健康 但是如果你挑了很多的 加工食品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得不償食 因為那個鈉都會被你吃進去 另外素食者 確實有一些營養會比較容易缺乏 像一些鼻舌 像一些鐵 像一些鈣質 如果不注重素食的均能的話 你可能就會缺乏這些營養素 你吃素是為了健康 不要吃素 反而搞壞了自己的身體 我們健康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 再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然後 頭部